行善不落人后的台电公司在中秋佳节的前夕特地安排行程 针对弱势机构进行关怀 然而第一站就来到了新庄盲人从建院制政卫问金 而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抛砖盈域的效果 台电中秋陷暖台电台北西区营业处秉持着回馈地方的精神 长期以来都会到社府机构进行关怀访式 今年也趁着中秋佳节来到新庄中正路上的盲人从建院制政卫问金 台电公司台北西区营业处为了要加强敦心慕林关怀地方回馈乡里 我们积极展开一系列的爱情活动 特别显在今天中秋节的前夕 我们到新庄区还有巴黎一共六个社府机构来制政卫问金 那今天第一站是到台湾的盲人从建院 我想借此来抛砖盈域唤起社会大众对弱势族群的一个关怀 也协助慈善教育福利机构 然后来加会一些贫病还有残障人士 院方也特别回赠感谢壮 对台电的爱心善心表达深深的感谢 一月初每年都来关心我们 对我们四张朋友非常的关怀 尤其中秋节的时候来特别来制政一个家菜跟慰问金 代表我们所有的四张朋友 还有我们的学员我们的同仁表达最大的谢意 只要有爱心一元两元不嫌少 千元万元也不嫌多 台电也希望可以达到抛砖盈域的效果 唤起更多机构团体对弱势朋友的关怀与重视 永佳的新闻新庄采访报道